又到年终,我们的两个邻国又大大出手了,一个是印度,另一个是巴基斯坦。 综合媒体的报道,巴基斯坦军方指责在克什米尔地区,印度军队多次违反停火协议,日前向巴方控制的哈吉皮尔山口开火,巴方予以还击,共打死三名印度士兵,其中一人为中卫,另有多名印军士兵受伤,巴方则有两名士兵阵亡。 印度军方则宣称,是巴基斯坦军队先向印度控制的巴拉穆拉开火,按照印方的说法,巴方在交火中不仅使用了轻武器,而且还动用了迫击炮乃至榴弹炮,一名印度士兵与一名印度平民丧生,又是常见的一幕互相指责。 但过去一年,克什米尔局势的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今年2月印巴双方就大打出手,甚至出动了空军,差点引爆一次全面战争,双方后来还达成停火协议, 但摩擦依然不断,8月份又大打出手,其因是莫迪突然改变硬控克什米尔县政,并不再限制印度教徒进入居住,显然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县政,将导致该地区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。 伊姆兰汉则将印度单方面行动,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,他悲壮地宣示,时间将会给印度一个教训,为应对印度的入侵,瓦基斯坦将战斗到底,双方随后发生激烈冲突,多名士兵丧争。 印度日前修改公民法,印度全国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抗议,按照很多人预计的,印巴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冲突。 此前作为预警,八方宣称,印度称不断向克什米尔前线增兵,伊姆兰汉则指责,印度破坏停火协议就是为了转嫁国内矛盾。 果然冲突发生了,要知道过去七十多年,我们的这两个邻国已经爆发了三场大规模战争,两场都是为了争夺克什米尔,现在一场新的战争可能正在酝酿中。 昨天的记者会上对于印巴局势,外交部发言人这样表态,作为印巴的共同邻国,争方呼吁双方保持克制,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,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。 但局势显然不是以好惊人的愿望发展的,最后两点粗浅看法,第一,真不排除突然激化可能,对于现状,双方都有不满,两边的激进分子更未必会善罢甘秋,两个和国家之间的正面战争,毫无疑问是灾难性的。 第二,印度的冒险不可不防,趁着国际大事不断突然改变硬控克什米尔现状,印度的胆大和冒险真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也不可不防。 更何况,印度的单方面举动还侵犯了中国的主权,现在按照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,印度国内抗议不断确实存在着转嫁矛盾的可能。